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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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鬆鬆軟軟的杯子蛋糕 變成了可愛的雪人 迷路跟聖誕樹 跟我們一起來歡度聖誕節吧 Merry Christmas 今天是由專長可愛料理的 美麗主廚柔柔老師 來為大家完成美味料理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 horse open sleigh Yeah 又到了聖誕節 可以吃大餐的時候了喔 今天柔柔老師 要教我們以聖誕節 為甜點的主題 沒錯 今天我們就是要做 可愛的聖誕節杯子蛋糕喔 好期待喔 趕快來看看 今天要準備什麼材料 柔柔老師 那首先我們要做什麼呢 首先呢 我們要先把我們的奶油隔水加熱 然後讓它融化 老師這個方法好特別喔 隔水加熱裡面有放一條布耶 對 因為呢 我們可以防止鍋在加熱的時候 它溫度過高 然後導致裡面的奶油就是 溫度太高 然後它其實融化得差不多了 先讓它冷卻一下 那我們先做我們的牛奶糊 那我們牛奶糊呢 我們先把我們的牛奶 倒到我們的碗裡面 再來加入我們的沙拉油 老師等一下不是要加奶油嗎 為什麼還要再加沙拉油 好 因為呢 其實奶油的話呢 是增加我們蛋糕的香氣 那沙拉油的話呢 通常我們是在做 有打發或者是乳墨類的蛋糕的時候 我們會用沙拉油 因為奶油如果冷的話 它其實是固甜 固甜比較硬 對 會比較硬 好 這時候呢 我們把我們一點點的鹽巴加進來 糖跟鹽的話 它會有一種比較中和的口感 不會那麼死鹹 不會死鹹也不會死甜 原來煮甜的蛋糕 是需要加一點鹽巴的 一點點鹽 我們攪拌得差不多了以後 我們就把剛剛融化的奶油 把它加進來 然後把它攪拌一下 那我們的牛奶糊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先放旁邊 備用 接著呢 我們要做我們的蛋糊 先把我們的雞蛋 倒到我們的碗裡 把我們的砂糖也先倒進來 接著呢 就要讓它再繼續的隔水加熱 蛋跟砂糖為什麼也要隔水加熱 因為呢 我們的全蛋呢 裡面有蛋黃 它裡面有一些油脂 就是我們等一下打發的時候 會不太好打發 所以我們要先破壞 它外面的一層薄膜 然後降低蛋黃的黏稠度 然後等一下打發的時候 就可以比較容易打發喔 好 三十八度了 那我們就要拿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打囉 我們先用中速 那一開始我們打我們的蛋糊的時候 它的泡泡非常的大 對 等一下泡泡會越來越小 然後變得越來越細 真的耶 變得比較輕柔的感覺了 有 顏色也慢慢變淺了 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把速度 轉成低一點點 讓剛剛比較大的泡泡呢 就是可以變成再小一點點 對 那接著呢 就是我們把我們的麵粉 然後過篩 剛剛已經過篩過一次 然後接著我們過篩第二次 為什麼要過篩兩次呢 因為有時候我們剛剛像放著的時候 它也會開始有一些小的結粒 那結粒的話呢 在我們就是拌到麵糊裡面的時候 就是它會容易拌不均勻 然後你攪拌的次數會越多 那就會使我們剛剛打好的這個蛋糊呢 它就會容易消泡 我們可以用就是攪一圈 然後用切的方式 慢慢把我們的麵粉 切到我們的蛋糊裡面 所以要到那個麵粉看不到為止嗎 對 現在呢我們的蛋糊已經打好了 那現在我們要把 剛剛我們做好的牛奶糊 一起倒進來喔 然後我們要分兩次倒 如果一次把它全部倒下來的話呢 我們的這個剛剛打好的 像棉花的蛋糊 它就會很容易就消泡 然後我們也要迅速的 把它攪拌均勻 好 我們現在攪拌均勻了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倒入我們的小杯子裡面 我們有準備我們可愛的模型 就是像小杯子蛋糕一樣 對 它有不同顏色 對 聖誕節 有紅色 綠色 金色的 我們就大概倒到八分滿 就是因為它到時候會膨起來 對 它等一下會膨起來 如果它倒太滿的話 它膨起來以後 它就沒有地方支撐的時候 它就會滿出來 好 那我們就可以進烤箱 我們大約烤二十五到三十分鐘 裝飾時間 我們的蛋糕已經烤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是可以在中間呢 我們可以挖一個洞 然後灌入你喜歡的一些果醬 這個小朋友也可以動手做 也可以 好 好 我們現在好了以後呢 我們先來做聖誕樹 聖誕樹 好硬緊喔 聖誕樹 對 我們把它慢慢慢慢的往上繞 有點像雙淇淋的感覺 我們把我們的星星放上來 裝飾的顏色的糖 裝飾一下 對 這樣去前面 看起來就很像那個球球 那個燈泡會亮亮亮 聖誕的燈泡 突然加了這些裝飾 就覺得變得好像 這個聖誕樹其實就完成了 完成了 好厲害 對 今天呢 那我來做一個雪人 我們用一個是棉花糖 巧克力 可以做它的眼睛跟鼻子 好 雪人的臉就完成了 好可愛 好可愛喔 現在呢 我們要做雪人的身體 我們用白色的奶油 嗯 然後呢 我們先把它擠一圈 胖胖的身體 對 對 然後呢 我們把剛剛我們雪人的頭 放上來 巧克力呢 我們來畫雪人的手 可以有那種素姿的感覺 對 加上一些扣子 那我們的雪人就完成了 哇 超級可愛耶 聖誕杯子蛋糕完成了 美味開動 哇 那個杯子蛋糕 咬下去的時候 口感真的是鬆鬆軟軟的 很綿密 然後我有吃到那個 香香的奶油味喔 超級好吃的 鬆軟的蛋糕 配上甜美的草莓果醬 真是絕配 最重要的是 爸爸媽媽跟小朋友 可以一起來裝飾杯子蛋糕 做出來的成品 一定會很有成就感的喔 大家一定會用一個 很棒的聖誕節 謝謝 今天的悠悠招咖 成功 一起再來複習 這道料理怎麼做吧 麵糊倒入模型內置8分滿 烤箱180度烘烤30分鐘 最後再用棉花糖巧克力 以及其他食材裝飾 就完成囉